这是一个日麻高手的真实故事 人们称他为雀胜 这个传奇人物同时也是位风靡一时的作家 他的名字叫阿佐田哲也 大家好,我是牧春 时间来到昭和19年 当时的哲也只有15岁 战争的阴霾笼罩着11区 年轻人都被送到了兵工厂当劳动员 哲也也是其中一个 他在上班时总是无聊的看着时钟 期盼着下班 此时传来一声梦想 一个光头大叔被兼工重重一拳 干活给我利索点 这里不需要浪费食物的人 大叔弱弱的说 因为手受伤了所以有点慢 看他的态度不错 兼工便转身走了 身边的朋友跟哲也说 你别看他现在有气无力 一会儿下班后就生龙活虎了 昏暗的灯光下 死人激战震撼 周围还有不少人在围观 这光头不就是刚才那个被揍的大叔吗 果然在牌桌上的他 双目有神 受伤的手也灵活得很 挥一会儿便胡牌了 原来他以前是在浅草做演员的 怪不得演技这么好 不但演技好 排技也很厉害 休息室里不时传出大叔的胡牌声 第二天 哲也照常上班 照常等下班 他还在和同事阿广 讨论麻将技术 此时一个公头拿着高音喇叭大声喊道 空袭警报 所有人放下工作 赶快到防空洞去 大家都快步离开厂房 跑着跑着 哲也发现 光头大叔怎么没跟上 哲也有些担心 他决定回去看看 就在跑上楼梯的时候 空中已经落下无数的炸弹 哲也终于来到楼顶 他惊讶地发现 大叔正仰面躺在那 他大叫 快逃命吧 大叔问 你是来学麻将的吗 哲也说都什么时候了 赶紧逃啊 大叔再次躺下 他说只有运气差的人才会死 哲也看叫不动就算了 还是自己先逃命吧 过了许久 爆炸声渐渐的弱了 哲也从防空洞里爬出来 眼前是一片狼藉 周围都是焦土 炸成这样 那大叔估计是挂了吧 但奇怪的事情发生了 在一片火海中 唯独大叔所在的那栋楼 完全没事 哲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他几个剑步来到天台 大叔安然无恙 难道这就是运吗 哲也希望大叔能教他麻将 但在这场空骑之后 大叔便被调到了别的地方 从此再也没有见过 往后的日子更加无聊 这次轮到哲也挨揍了 原因是他手抄了杂志上的有趣故事 给阿广他们看 也不知道同事们看了 有没有点赞啊 门外的同事都替哲也担心 因为他们知道 哲也的脖子印 从不愿低头 监工尤诸说 你知道在战争中死了多少人吗 道歉啊哲 快道歉 但哲也的回答却是 那是因为他们太背了 这回答真是绝了 不用说哲也被打得遍体鳞伤 哲也在这里已经受够了 但他无法上学 也没有生活技能 实在不知道能做什么 这天哲也和朋友们在玩骰子 哲也说奇怪了 今天阿广怎么没来 三人盯着骰子目不转睛 此时一时闷想 什么情况 原来是阿广 三人问 是谁把你打成这样 阿广说 是一个看着挺有钱的成年人 大家想替阿广报仇 但阿广说 那人很厉害 我们四个加一起 估计也不是他的对手 两个小伙伴一听 有些犹豫 只有哲也坚定的说 一定要报仇 天色暗了下来 四人在附近 一个有名的小树林里 寻找目标 阿广说 就是那个花衬衫 这家伙正准备做 不可描述的事 阿广说 怎么说 现在上吗 哲也要再等等 等一个最佳的时机 就是现在 阿广还没反应过来 哲也就飞奔上去 花衬衫一听有动静 想要反抗 但脚都跨不开 哲也上去就是一拳 花衬衫被掀翻在地 小伙伴们一拥而上 终于替阿广报了仇 大家说哲也好厉害 一个人上去 就把他给撂倒了 哲也说 这又不是拍电影 真干是只动手不动口的 这家伙虽然很强 但只要找他最弱的时候 就事半功倍 小伙伴们 从花衬衫那里 找到不少钱 但哲也不要 他替阿广出头 并不是为了钱 而是想找到自信 昭和二十年 随着胖小孩的落地 十一区战败 阿昨天哲也十六岁 街上的叫卖声 此起彼伏 但顾客却寥寥无几 战后的十一区 一片萧条 哲也走在街道上 突然身后传来叫声 哲也 是你吗 原来是阿广 两人在那件事后 有一年没见面了 他们聊了会儿家常 此时一阵吵杂 原来是有人 在抢小孩子的食物 哲也趁劫匪路过身边时 伸了一脚 那人摔了个狗吃屎 他一边骂着粗话 一边起身 竟然是油猪 油猪头也没回 推开行人跑了 哲也把吊在地上的包子 还给小朋友 没想到 以前七行八十的监工 如今成了丧家之犬 不久后 哲也在一家运输公司 找了份工作 但是收入连虎口都费尽 这样下去 和那丧家之犬 有什么区别 哲也正在想心事的时候 两个同事跟他搭话 新来的吧 今晚有空吗 这天下班后 哲也跟着前辈 来到员工宿舍 屋外下着雨 屋内漏着水 三人顺着楼梯 来到二楼 前辈指着一间房间说 就是这里 哲也进门一看 好家伙 这房间不大 人可不少 前辈说 我带了新同事过来 一个大叔起身说 来我这儿坐吧 哲也当然也不傻 这些人看自己 就像是钱包 光头大叔开口了 我们玩的是八九牌 这哲也当然会 所谓八九牌 就是玩家在四列牌上下注 庄家和玩家 最多可以摸两次牌 这牌是花扎 原本是有十二月 每月四张组成 但这里只用一到十月 牌的最终组合 越接近九越大 如果超过十 就减去十乘以二 规则说完 开工 由光头发牌 哲也小小试一下水 松一阴三四点 哲也要加一张 庄家六点 那这样必须要三四五 才能赢 哲也翻开牌 一张八点 第一把哲也就输了 光头一把收走了 哲也的钱 此时一个男人勾住哲也 他说小伙子别慌 有的是机会翻本 哲也看到入口 已经被人堵住 看来今天是不能全身而退了 虽然哲也不想输 但很快就八连败了 事实告诉他 这世界就是弱肉强食 没多久 本来就微薄的收入 已所剩无几 哲也很不甘心 这是最后的十元 即使买最便宜的馒头 也就够成三天的 我想赢 三个字在哲也脑海回荡 光头看哲也犹豫不决 催促说 太瞎住啊 哲也身边的男人低声说 我看还是算了吧 今天你太背了 真是可恶 哲也实在不知道该压哪门 他试着让自己冷静下来 光头加大嗓门在催促 哲也说了句 把我这十元换成一元 边上的人一听哈哈大笑起来 行给你换 这样又能来十把了 庄家九点又输了 形势并没有丝毫的改变 几把下来 哲也还剩六元 这一把哲也开出一个五八九两点 光头大笑 嗯 居然是一点 来了 运气来了 这是哲也第一次赢 他接过战利品 现在还有七元 哲也拿起钱 一把缩 这倒是出乎光头的意料 虽然钱不多 那也是缩哈 哲也若有所思 光头发牌 哲也自信的开牌 他的心跳在加速 大家盯着哲也的牌 让你们看看 什么叫运气 赌客们目不转睛 九点 光头傻眼 哲也又赢了 光头递过钱 哲也大赚了七元 对哲也来说 这不是只能买几个馒头的小钱 而是如重生一般 找到了要走的路 他当然不会知道 确胜在今晚觉醒 这是命运的安排 十六岁的哲也 终于在赌桌上 找到了要走的路 光头竟然没能在这新手上 捞到半点好处 大家对哲也也是刮目相看 这人要是走了背 越挣扎就越背 哲也在和大人的较量中 丝毫不落下风 连续赢了好几晚 每天来这里玩几把 已经成了他的兼职 光头看到哲也说 你怎么又来了 哲也说 这比上班赚的多 为什么不来 光头起身说 那我让你 最近的新人 真是一个比一个难应付 哲也看到一个陌生面孔 赢了不少 他说他是新来的 名叫印男 此人长相颇为惊悚 游戏继续 哲也七点 而庄家印男则是八点 工友们都书习惯了 这印男实在太厉害了 但印男却说 越有殷勤圆缺 我只是刚好比较圆而已 没错吧 哲也 两人四目相对 看来是同道中人 不仅如此 从他发牌的手法和言行看 这家伙是个货真价实的赌徒 大家买定离手 印男八点 他手气还是那么好 那哲也呢 印男看着哲也 哲也开牌 九点 这次哲也居然赢了 印男看了眼哲也 他把战利平理了理 这意思是 印男说 今天就到这儿吧 我先走一步 工友们不答应了 赢了就想走 开什么玩笑 入口早就有人守住了 什么时候结束 可不是你这个新人说了算的 印男说 我倒是很想继续啊 但我有病 如果太劳累 会暴毙的 看门大叔直冒冷汗 他没敢阻拦 印男开门离开 这么牛的新人 真是不多见 但哲也此时在想的是 这印男排气好 还不怕生 真有意思 哲也玩了一会儿 从宿舍离开 此时天空已经泛白 街道上冷冷清清 哲也突然发现 在路灯下站着一个人 那人便是印男 赢了吗 嗯 印男说 我有事找你 哲也说 你刚才动了手脚吧 印男嘴角上扬 《你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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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